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分享一下什麼題目 都是有關於拍照方面的 就是你拍人像的時候 主體你會放在哪裡 以及它跟光線的關係是怎樣的呢 好 今天就拿了幾張照片出來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拍照的時候 那個背景和主體 究竟那個人像 放在哪裡會突出這個主體 我這裡就有幾張照片 跟大家分享一下 都是一些分享 看看大家合不合用 像這張照片一樣 跟Shirley去大館拍照 當日也是打算拍黑白照 你看到大館有些英式建築 一個一個拱門 Shirley就穿了一件白色的裙 我馬上就想到 Shirley就是站在拱門黑色的位置 襯托出來 所以我就叫他一邊走一邊看 就是在黑色的拱門的位置 就拍了他一張照片 你會看到 如果Shirley就是去到這些白位 又或者去到門框才去拍 那張照片我就覺得沒那麼突出 這裡拍出來 因為黑底襯到白色 人會比較突出 還有有個框框的主體 那張照片會比較漂亮 起碼不會黏底 這張照片就是這樣 第二張也是 拍近一點點 Shirley站在黑色的暗位 而突出主體 我通常都會這樣去做 拍照就 因為為什麼是這樣 因為有一個背景是暗一點的 放回一個主體 去光一點的位置 這個主體就會突出很多 當然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去拍人像 不過我這個方法就是比較簡單 還有真的要留意一下你身邊的環境 有沒有一些暗一點的位置 看到主角出來的衣服比較鮮明一點的時候 就可以放回那個位置 去做一張照片 這個概念就比較簡單一點 而拍到一張比較突出一點的照片 這張也是 我叫他由右邊走到左邊 當他走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左邊拱門這個位置的時候 就去捕捉他的動作 其實不是一次過可以拍到的 那就是要走幾次 這樣才可以捕捉到這個動作 那你出來拍照 不是說有時候真的可以 一次過就立刻拍到一張照片 你都要去試一試位置 拍出來那個感覺是怎樣的 那你都要去看看 那你走完之後 那你走完之後 究竟他跌低頭 握高頭 看著剛好 還是看著你好 這樣就試多幾次 這樣就可以做到一張照片出來的了 那這張照片也是 那Sherry也是 去拱門的暗位那裡 去突出他的主體 如果這一邊 即是右手邊 有些不同的 或者是小朋友 或者不同的人 做一個對比 那其實這張照片 都更加會有趣的 我覺得是 那我再給另外一張照片 大家看一下 那就是一張去拍婚禮的照片 那窗簾我就會拉開一半 那新娘就白色的婚紗 就配上黑色的背景 新娘的黑色的禮服 配上白色的背景 那我就拍這張照片 那對比就會比較強烈一點 那就可以做到一張幾突出的照片出來 那另外一張就是這張 那為什麼那個樓白位 在右手邊會是這麼大的呢 那其實這個樓白位 我當日拍照的時候 就已經想著 我要做一張Wall Paper 那就在那些圖片 就在這個白位那裡就可以了 那女主角就站在背景暗位那裡 那我就拍了這張照片了 那回來真的做了一張Wall Paper 在電腦那裡 都記得一下 那些圖片都在另外一邊 那這個辦法就非常之簡單 看到暗位 就叫主角站在那個暗位那裡 如果主角是穿一些黑色的衣服 或者沉色一點的衣服 那你就叫他站在一個光一點的位那裡 那就可以突出一個人 那其實出來拍照呢 你都要很留意一下背景 給到什麼空間的想像空間給你 給到什麼創作給你 那你都要留意一下 看這個構圖是這樣的 我放一個人下去 究竟會是怎樣的呢 這個構圖會是怎樣的呢 那這樣不斷去做運作 那腦就不斷去看這個構圖 會不會放一個人下去這個位置 做了一個很有趣的構圖呢 那這些的想法和思維 都要平時看多些照片 看多些藝術品 我之前也有說過的 那就是觀察能力就要強一點 那拍照出來 跟你想像中是不是很混合的呢 那這樣就去不斷不斷去思考 而去拍一張照 那並不是就說 那模特兒喜歡站在哪裡 那你就去拍她 我只是出來拍女兒而已 那模特兒漂亮就可以了 那如果模特兒漂亮就可以 還有她喜歡站在哪裡 就站在哪裡去拍照給你們 不斷按按鈕的 那其實A攝影師和B攝影師和C攝影師 站在那個位置只不過是差一點角度而已 用不同鏡頭去拍那個模特兒 其實大家拍出來的照片 相差都是無奇的 那如果你想真的突出你那個攝影的概念 啊攝影的理念呢 我都建議一下 若模特兒出來拍照的時候 也有自己的思想 那一套攝影的風格 去放回你的照片裏面 你說我不是我只是用來試鏡的 我只是用來拍女兒的 我只是用來看一些 說女生很漂亮啊 鏡子很sharp啊 那這樣就轉換 放回主體在一些光的位置那裏 例如有些陽光射進來 有一點光暗的對比的時候 你放回主體在光位那裏 相片就會非常之突出的了 所以呢 你出去拍照的時候呢 都要好留意那些光線呢 可不可以給你一個條件去創造一張照片 那這樣東西都要好留意的 就算很細微的光呢 都可以這樣做的 那這一張呢 那這一張呢就是呢 剛剛呢 其實呢 自然光線拍照呢就是最漂亮的 那要做一些閃燈 又怎樣做一些LED燈 人造光呢 都沒有自然光呢 光線做得那麼漂亮 因為呢 我們呢 模擬回所有的光出來呢 都不可以去到太陽那種光的質感 你會見到呢 光線呢從左手邊 落到它的面那裏 隔了一塊玻璃呢 光線呢非常之有和 加上現場那種黃色的燈光呢 做了一張呢 非常之溫暖感覺的照片出來 你會見到呢 光在旁邊過來 接著呢 落到另外一邊那裏 那種光暗的感覺 令到照片很有立體感 還有呢 看到那種感覺呢 非常之溫暖的感覺 那這一張也是啦 Baza 好久都沒見過它了 那看回它的IG 現在都生活很富貴 那這裏呢 其實都是大館來的 那跟剛才那張照片呢 都是在附近來的 剛剛呢就有一個光呢 很微弱的那樣呢 在它的頭頂斜少少 就射了下來 那我叫Baza呢 你站在那裏 看回上去 那就會做了一張呢 幾有電影感的照片出來的 因為呢 我們拍照呢 就不用說呢 全部都光光了 全部都... 全部都好像世界光那樣呢 打光了牆啊 這樣才去拍照的 那反而呢 一些光暗的對比呢 拍一張照片出來的時候呢 那種立體感 那種氛圍呢 就非常之靚 可以令到這張照片 但是呢 它的光呢 下來的那個位置呢 不是那麼容易察覺到的 因為這個光呢 其實不是很強的光而已 很微弱的 那叫Baza站在這裏呢 剛剛呢 那光呢 就是它的面那裏呢 那裏呢 還有它的胸口啊 那裏呢 它的質感 它有線條 那暗位呢 這些呢 若隱若現 非常之好 非常之靚啊 當然啦 那這張照呢 我當然有做過後期啦 但是呢 前期沒有這一種的光 還有你沒有叫它站在那個位置那裏呢 其實真的很難會拍到 還有後期呢 很難會做到一張這樣的照片的 那就是同一個位置來的 那就是呢 那些光線呢 下回去它的腳 由它的身那裏呢 其實呢 剛剛好呢 做了一個highlight出來 這一支呢 是一支75 1.4去拍的 那時候還在用一部NECON的Z5而已 哇 好漂亮啊 那些光下來了 做了一個線條出來 非常之靚的那種感覺就是 那拍照呢 剛才說呢 真的不用全部光線 你看到一些微弱的光線的時候呢 都可以叫那個model呢 去那裏呢 去拍一張照片 呃 很有這個電影感啦 我覺得這張照片就真是 顏色那些呢 我都吞過來的 非常之靚啊 感覺就是 那拍風景又行不行呢 那一定行啦 在尖沙咀 海運上面的停車場那裏來的 那呢 剛剛呢 太陽呢 就射了下來 中銀那個位置那裏 就反射了那個光呢 在海面那裏 那我就等了很久 等一隻船呢 就經過那個光位的時候呢 就去拍這張照片了 那你經過那個光位的時候呢 你就會見到呢 呃 很突出那個感覺 那你會見到這隻船呢 如果不在那個光位裏面 在另外的地方呢 就沒有那麼漂亮的了 那這張照片呢 其實呢 真的要等的 還有呢 就有些幸運成份啦 因為呢 真是一隻很顏色很漂亮的船 就經過這個光位了 經過的時候呢 我就立刻去按回那個快門 那就拍到這張照片了 那所以呢 那我剛才都說了 那當那個主體呢 落在光位的時候呢 就去拍一張照片呢 那那張照片呢 就會比較突出些 還有呢 你會見到呢 那種立體感呢 那個表現呢 非常之好 因為呢 有光暗的對比 令到那個主體呢 非常之突出 那今天呢 分享呢 就到這裏為止了 那大家呢 再寧願一些這麼簡單的拍照概念 和拍照的技巧呢 去做一張照片啦 好了 如果呢 你有些什麼問題啦 又或者呢 有些什麼拍照技巧 你想你都上去分享一下的時候呢 都可以在下面的留言 那裡呢 就告訴我吧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